第485集 这是6级高爆弹 这种高爆弹有着极强的爆炸力和高温 必须要用专门的6级高爆混导炮才能进行发射 但只能连续发射三次 6级高爆混导炮就要经过至少一个时阵的冷却才能再次使用 否则就有炸糖的危险了 在6级混导期中攻击力那可是数一数二的 更何况何菜头还有着霍远号的精神探测指引 在准头上那是丝毫不用担心的 十雷个奇怪瞬间就爆发出了精神的默契 徐三使飞出立刻用字迹强大的范围魂迹硬汉 不但要阻挡楚清天更是连寒若若也覆盖在内了 再加上何菜头这一炮 目的并不是要杀伤对手 而是要持之韩若若和楚清天对五明的救援 另一边四人联手一击 五明在猝不及防之下也绝对不好应付 关键时刻五明就展现出了超越众人的实力 只见他身上那漆黑的地漆魂魂骤然凉起 刹那间整个人竟是完全变成了金红色火女 一声嘹亮的鸟鸣从他口中发出 双翼向上一卷就和霍远号那长达七米开外的完整版按金空照 硬拼了一剑 剧烈的轰鸣声中 五明脚下岩石大片眷裂 但他这金屋针身已施展出来 首先就抵抗掉了萧萧 九凤来一霄的减速效果 背背释放的雷霆冠军闪电 也被那强盛无匹的金屋针火瞬间抵消了 狄神之光落在金屋针身上 泛起大片的光芒涟漪 却是没能将五明轰退半步 唯有霍远号这完整版按金空照拍的五明身体颤抖了一下 是的 这就是武魂真身 魂圣才拥有的强大能力 霍远号和王东尔曾经面对过赵阳的武魂真身 那豹金雄就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此时此刻当五明施展出他的金屋真身时 他们才更加体会到了武魂真身的可怕 五明身上释放出的气息几乎是瞬间被增 那炽热的金屋针火直接就将身后的贝贝将楠楠逼退几步 更是接连应其数个魂连而不落于下风 被围攻的他本而倒像是要反攻了一般 好 果然不愧是极致之兵 给我开 五明娇喝一声 他那强悍的一面爆发了 第三魂魂光芒大方 双手同时向身下暗去 他要施展的是他的第三魂迹金屋真火爆 一个全方位引爆金屋真火 产生强大破坏力的魂迹 最适合在被围攻的时候使用 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没动的江南南突然发动了 只见他一个弹跳就已经到了五明背后 一层暗金色的光彩在他身上亮起 五明对自己的金屋真身很有自信 根本就没去理会江南南 在他看来 不过只有五魂修为的江南南 就算这下攻击命中他 也不会给他带来什么伤害 而他的金屋真火爆只要一发动开来 在五魂真身的状态下 这十来个六怪必定会被炸开 何为之事也将被突破 接下来就是乘生追击了 但是当江南南贴上了他的那一瞬 五明却感觉到不对了 金屋真火的高温落在江南南身上 居然毫无效果 他也没有硬攻 而是直接紧踢而上 双手从身后搂住了五明 双腿也缠绕上来 暗金色光芒 瞬间变成了强烈的金色 然后五明身上正在闪耀着的第三魂环 居然居然就那么泯灭了 金屋真火爆没有发动出来 江南的身上第四第五两个魂环光芒闪耀 没错 这就是他的第四魂纪 无敌金身加第五魂纪 柔骨索的效果 无敌金身令他自身防御能力瞬间达到极致 但却只能维持短短数秒 伴随着修为的提升 这个时间已经被增加到了七秒 而柔骨索这个魂纪 一旦封锁住对手 是可以立刻封印一切非五魂真身魂迹的 并且令对手动弹不得 以双方的实力差距 江南自然不可能一直锁住五明 毕竟一旦他身上的无敌金身效果消失 金屋真火 烛烧他就扛不住了 因此五明的五魂真身虽然还在 但他之前一直施展着的金屋真火燃 以及刚刚要施展的金屋真火爆 都被封印住了 江南南要给伙伴们争取的 也就是这短暂的时间而已 一个橙金色的小小身影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从霍玉浩身上飘飞的出来 下一刻霍玉浩就已经来到了五明身前 右手轻飘飘的拍向了他的肩头 而在霍玉浩身上排列在兵壁地 轰西五魂全部红环第三位 四个成金色第二位的光环亮了 就在霍玉浩的右手拍中五明尖头的那一瞬间 江南南骤然消失 第三魂祭瞬间移动脱身 他已经给霍玉浩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轻飘飘的一掌却是洁白无瑕,银润如玉 看上去仿佛不带半分烟火气的一掌拍击在五明尖头的那一瞬间 五明整个人的身体竟是剧烈的颤抖了一下 刚刚失去了柔骨所压制而生腾的金屋真火 就像是被当头浇泪喷冰水似的 居然瞬间熄灭 而五明整个人也是一僵 身上的金红色居然瞬间褪去 整个金屋真身的状态居然就被这轻飘飘的一掌给拍散了 地掌大汗无血 牛天曾经说过 想要对抗雪地三绝中的大汗无血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被他命中 这地掌必须是要提升才能发威的 以他浩天宗大宗主的身份 都这样来评价一个魂迹 可见雪地的大汗无血有多么强横了 剑掌令天兵雪寒 地剑地掌地寒天 在这三个魂迹之中 地掌排在第二 但实际上地掌大汗无血 才是三个魂迹直接攻击威力最强的一个 那看似轻飘飘的一掌 却瞬间爆发出欲伦比的含义 在融合了雪地魂灵之后 霍玉浩已经不是极致之冰了 而是极致之冰雪 当今之时 论寒冷属性 无人能够与他相比 尽管没有雪舞及冰玉的增幅 霍玉浩这一掌大汗无血 也几乎拍出了绝对零度的效果 金屋真身固然强大 可一旦被他这样近身命中 大汗无血及其恐怖的威力 也就随之展现了 在被拍中的一瞬间 五明尺觉得自己肩头微微一麻 下一刻他就发现 自己体内的魂力 仿佛都凝固了似的 五魂真身竟然瞬间被解除 而他的右肩乃至于整条右臂 立刻就失去了知觉 一股感觉上温热的暖流 正在从尖头位置向他全身流淌 是的 就是暖流 但那却是令五明心胆俱寒的暖流啊 脾气抬来 在王冬儿的浩冬之力增幅下 霍玉浩这一掌 虽然没有附加军林天下的精神力增幅 但却是意外地达到了脾气抬来的效果 霍玉浩拍中五明之后 也感觉到了一丝不对 立刻就又是一掌印了上去 那温暖的气流回归他本身的瞬间 他和学女身上都亮起了夺目的橙金色光芒 攻击被吸回 居然产生了反馈效果 不但霍玉浩先前消耗的魂力全部恢复 就连小学女似乎都是受益匪浅 五明身体一阵 金屋真火再重新从体内迸发而出 但他的脸色却已经是一片苍白 如果霍玉浩不及时收回那股温暖气流的话 自己是否还能活下去 但他却清楚地知道 那股温暖气流是朝着他心脏的位置流淌过去的 这 这究竟是什么混迹 五明呆着了 史雷克六怪 受到霍玉浩的精神探测共享通知 也没有再继续攻击他 但这场切磋还在继续 就在五明被大行补雪拍中的同时 另一边徐三十也糟糕了 龟神状强大的威力 确实是楚清天意识无法抗衡的 也惊他逼退了 可是在下面还有韩若若 面对龟神状与何彩头射出的高宝弹 韩若若右手一抬 一圈金色光环 就以他的身体为中心释放了出来 他没有急于去救五明 是因为他和五明之间太熟悉了 对他有绝对的信心 韩若若相信在五昏真身的状态下 史雷克七怪 想要将五明击败 就算是围攻 也绝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够完成的 而这个单独换出来的徐三十 先别回去了吧 那金色光环看上去再简单不过 就像是一条粗如手臂 直径大约在五米左右的光环 可是当那么强横的龟神状 以及几乎同时抵达的高宝弹 一同撞击在那金环上的时候 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轰轰 两声剧烈的轰鸣声同时响起 首先爆炸的是后发先知的高宝弹 何菜头为什么要掐着这个世界发射 就是为了要配合徐三十 身为高级混导师 他的意识本就极强 更何况还有霍与后的辅助了 但是那金环带给众人的感觉却是 固若金汤 高爆弹爆炸所产生出的恐怖冲击力 哪怕是这边的战场都受到了影响 整个炎武场上都升起了一团 类似于蘑菇云般的光雾 可站在那里的韩若若却是丰毫未动 那金环只是略微震插了一下 就和龟神状碰在了一处 龟神状结合了两大魂迹 更是有着玄武血脉的徐三十全力发动之下 撞击的同时还附带有强烈的漩涡吸附 那漩涡可不简单 甚至能够在吸附过程中持续消耗对手魂力 可是当他撞击在那金环上的一瞬间 金环突然一分为三 交错串联在一起 伴随着一声嗡鸣 三个金环同时向三个方向一错 只听枪的一声 在撞击后的轰鸣下一瞬 龟神状居然就那么被破开了 化为无数盾影 最终在徐三十手中重新归盾 徐三十按教育声不好 还没等他继续有所行动 一道金光已经是缠绕而上 任由徐三十在空中落下的过程中 如何闪动如何用盾牌去抵挡 那宛若灵蛇土信一般的黄金绳 却依旧缠绕了上来 硬是将它束缚的跟种子似的 先前闪到一旁的楚青天 怎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 悄无声息的就出现在了徐三十背后 一个由闪电形成的报应骤然大量 狠狠地撞击在徐三十身上 顿时只见徐三十全身电光闪烁 这叫一个抽搐啊 韩若若右手一甩 徐三十就已经被抛飞了出去 王岩立刻做出判定 徐三十出局 这还是十来个机关 以玄冥志换为契机发动攻势 第一次被这样直接破掉 徐三十身为防御系战魂师 但在韩若若的强控制下 却是半分机会都没有 而且其他六人也越来越感受到 那黄金绳护魂的难对付了 这黄金绳是能软能硬能抽能挡 缠绕起来柔韧如今 可强硬之时却大有几分 无金不摧之时 韩若若更是已经将自己的武魂 运用到了如必食指般的程度 一个照灭魂帝级别的徐三十 根本没能发挥出全部实力 就被他击败了 虽然这有一些是因为韩若若的武魂 对徐三十有很强的克制作用 但双方的修为的差距也是一览无余 史雷克奇怪吃惊 殊不知此时韩若若更加吃惊 他已经是用最快的速度 抵抗了何菜头的攻击 并且击溃了徐三十 可转头再开始 却骇然发现 史雷克奇怪其他六人已经冲了过来 而武明却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怎样能够把后背给武明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武明已经败了 怎么会这么快 明儿刚刚分明 已经施察得几乎真身的呀 心中疑惑的同时 韩若若也是警惕大增 美眸之中威灵死射 冷横一声 黄金绳再次前突 直奔石雷克六怪方向 飞射而至 目标所致 正是坐镇正中的 霍宇豪 靠岭的电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